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找那么多人去 要什么都不肯说 故弄玄虚 如此防着咱们 会帮忙上年风吗 帮不帮的 还不是一念之间 你多留个心眼 重逢选阵这种事 让那些小妖去做 他们惊得很 要是不听话怎么办 我送给他们大山主的药礼 摻了好东西 他们没这个胆 拿着这个 进去以后再打开 务必办妥 我如今的势力 还对抗不了九重妖神 更何况是即将成帝的浩天 趁着休养的间隙 好好钻研烟火扬扬 说不定有突破之法 昨天那道剑意 简直惊天地气鬼神 你就告诉我呗 到底怎么修来的 你如此渴求 是不是因为剑体不全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牛啊 你的问题我无法解答 能帮你的人 他目前还不肯说 不过 此事我会上心 请你多等些时日 念风向来说话算话 稍安勿躁吧 语言 我必须去一趟真园秘境 不如 我不去修罗城 有什么事 你我共进退 你救了我那么多次 总不能一次机会都不给吧 也好 这 他俩到底啥关系啊 三位贵客 大山主有请 念在过往旧情 我可以对之前的事既往不咎 但今天 你带人围杀我二弟 着实其人太全 替你们又如何 时时务这位俊杰 浩天宫即将诞生一位天命武帝 得罪了他们 你们迟早要晚 忘恩负义的小人 若非我们帮衬 西海域哪有你们的位置 你当真以为能依靠浩天 他任人为亲 连同族都不会真心相待 更何况身为妖族的你们 你想说什么 在他眼中 你们不过是公军 这就是九重巅峰的实力吗 难不成他意恢复 大山主说笑了 我等一时糊涂 明日定当奉上黄金万两 登门赔罪 只是 那个人族小子 为我战儿 毁我宝气 必须离死谢罪 兽贱 沙箱 他 最后 越 火玉玖香 玉玖我在 你伤不了她 你不过如此 在找我吗 什么 战儿 郎天 一个不留 想动他们 先顾我这关 顾好你自己吧 血指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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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猛匈 无疑 上 封头行动 想什么 我拖住他 你先解决那些杂病 好 你是飞龙山二庄主 欧马 你很聪明 是个不错的对手 相信也会是不错的盟友 阁下仗义出手 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开门见山吧 我们有共同的目标 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只要赶在浩天出关前 加入修罗城 便可保数年平安 我为什么要合作 以你的个性 绝不允许一把利剑 石刻悬于头顶 话虽如此 你怎么确定 我会答应合作 我们有办法 帮你在短时间内 至少提升两层静静 飞龙山虽然算不上顶尖势力 但也拿得出不少像样的宝物 对诸位来说 有利无害 眼下我方实胆力薄 的确需要盟友 两方合作 最重要的是信任 你我身为一族 信任何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